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猫着腰来回走动 随后两人将雨伞放在货物上 开始搬起了库房内的铜条和护套线 整个过程都是小心翼翼 生怕被发现 得手后两人开车离开 他们在手机上找好一个买家 把这买家从义乌 叫到这个深塘工业区330国道旁 就进行这个铜条和护套线的交易 他们一共440公斤的这个铜条和50公斤的这个 这个护套线一共卖了大概是一万七千左右 尽管两人将自己包裹得很严实 但还是很快被警方抓获 经查 嫌疑人杨某 项某有多次盗窃前科 盗窃手法也很老烈 他们作案用车 把用胶部把车牌号给贴起来 两人被抓获后还假装无辜 不承认自己的犯罪罪行 而且态度十分恶劣 我们当晚就是对这个 收费品的这人做了这个辨证笔度 包括详细的一个证人笔度 那么种种细节上面印证 这一些证据非常有力的推翻了 他们说的这些谎言 目前两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些谎言